文人行自走炮剧报道 文人恨的他尤其点名要放开美国无人机系统的出口政策 根据白宫的声明 当天特朗普签署的是 关于美国常规武器转让政策的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 白宫新闻发言人称 新政取代了以前过于严格的限制政策 为美国相关产业扩大机会 为美国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此前在奥巴马时代 为了保持无人机技术不扩散 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无人机出口禁令 限制出售武装无人机 由此为中国无人机 远销全球创造了良好环境 众所周知 中国无人机 尤其是彩虹和翼龙系列查打液体无人机 目前在国际市场有着较高的占有率和良好的声誉 彩虹道四无人机在伊拉克战场上 成为政府军打击极端组织的利器 有资料统计显示 彩虹四无人机在伊拉克战场上 多次对极端组织目标 实施精准打击 命中率超过90% 有力支援了地面作战 性能可靠 作战效率不但高 而且稳定 与此同时 埃及军方也曾经使用翼龙无人机在西奈半岛打击极端组织 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可以说彩虹系列和翼龙系列无人机的品牌效应就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 由此获得了不少国家的信赖 在国际市场上的销路 可谓一路飘红 那么 这个时候美国放开无人机出口禁令 会对中国无人机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这件事还有待于观察 首先需要承认的是 市场上比较常见的查打一体无人机 无论是彩虹系列还是翼龙系列 其性能实际上是不如美军同类产品 甚至只是接近美军已经退役的MQ-1捕食者无人机 在一些关键指标 比如续航能力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更不用说美军现役的MQ-9收割者无人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军的无人机 可以轻而易举的替代中国无人机产品 由于美军的作诈需求 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防务需求相比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此美军无人机的作诈性能 对于很多国家而言都是过剩的 比如伊拉克军队实际上并不需要MQ-9收割者那样的高性能无人机 在中国无人机已经证明了其可靠性和高效率之后 大多数国家事实上并不需要花更多的钱去购买性能更好的美军无人机 其次对于已经购买了中国无人机的国家而言 从装备性能的延续性到部队训练的效率来考虑 也更倾向于选择中国的后续型号 而不是换成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作战系统 当然像沙特阿联酋那样的狗大户们可能会出现喜新研究的情况 毕竟这不是没有先例 不过对于向他们出手 诸如收割者这样的高性能无人机 美国可能要面临着来自以色列的阻力 所以即便是美国取消了无人机出口的禁令 真正要打开国际市场 恐怕还是优先集中于和美国有很深入的房屋交流合作经验的盟友 比如欧洲国家 加拿大 日本或者韩国 至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而言 他们可能还是更愿意购买便宜且有效 而且已经能够买足他们需求的中国无人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